美人姐 这个是等一下拍摄视频的示意图 路卡斯呢 应该会穿了这身衣服过来 袁总说了 路卡斯是新的 麻烦您好好照顾一下 放心 包在姐身上 路卡斯是起到了吗 可以吗 就是他了 这小模特长得还真不错 要不赶紧拍吧 现在光不错 一会儿中午顶光拍出来不好看 啊 好 那我先进去了 来 站在这边去了 帅哥 问一下 那条路怎么走 你怎么不问我是哪条路 这里没有给你走的路 我要去的 是你心里的路 现在到了吗 记得打给我哟 你们在这带着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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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实在是对不起 是我搞错了 因为我们在拍摄 我帮你一起上 出去 那个没事 你先出去吧 我们在这时候就行了 你没有碰到他 是他自己倒的 所有赔偿我来承担 你等一下有空吗 我请你吃饭 你喜欢吃小笼包吧 我记得当时你在 我们认识吗 你不是在找路吗 要不要先想想 你的脑固深度 配不配在这儿找路 这里是学校 没脑子的人 可以离开了 对不起 把箱子搬进电梯 就可以了 好 小心 小心 庄教授我来了 未来的日子相处愉快 上次黄浩浩对照 时间分析结果出来吗 已经尽最大可能 排除干扰变梁 但数据结果还不理想 要我说啊 这实验室的设备 早就该更新换代了 要是有了新设备 这点干扰变梁算什么 对了 我差点忘跟你说了 温室的架子又塌了 不过你别着急啊 我跟同学们已经修好了 这么看来 确实是那架子年久失修 跟上次拍广告的小姑娘 没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美人鱼 这里有没有什么隐藏摄像机啊 没有没有 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这是我们家乡特产的葡萄 还请多多关照 一定一定 像你这么懂礼数的小姑娘 现在真的是不多了 我有一个侄子 年龄和你差不多 不知道你想不想 不用了不用了 奶奶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谢谢 这露台布置的倒是挺精致 主人还挺有品味的 怎么是你 这是我家露台 突然觉得不精致了 哦 庄教授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让我们再次相遇 我正式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于美人 上次的事实在是不好意思哦 这是当即新鲜的葡萄 了表一点心意 果然还是跟以前一样没风度 哎 庄教授 等等我 庄教授 等等嘛 这里是私人住这 没错啊 我就住这 就在二零二 这么巧 你也住这 小鱼 这是你男朋友啊 阿姨 他怕生 挺好的 挺好的 你看 没骗你吧 我真住这 这个我给每个邻居都送了 是我给邻居的首次见面礼 你也收了吧 不必了 已经见过了 人家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大家都是邻居 你看 要不要 我知道 是我太唐突了 不好意思哦 我把葡萄就放在这里了 那我走了 五四三二 等一下 灵的光盛开 等候鸟飞过来 确定你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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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这姑娘等了你好半天了 情侣间啊 不要冷战 有什么矛盾 放在桌面上说开了 你躲着她干嘛呀 奶奶 没关系的 我知道她一定不是 过意生我的气的 对吧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演完了 对呀对呀 余小姐 你这什么意思 庄教授 你是搞学术的 应该知道 做实验 失败乃是常态 哪能这么亲眼放弃 那我之前 给了你那么多次补汤 你都不收 是不是 想多见到我几次啊 收了就不用再见到你了 不是哦 收了代表 你既往不咎 以后和我 共同面向未来呀 我和你既没有共同 也没有未来 那是我的普通 干嘛 还好今天起的早 仙巴可不是什么时候 都能看见 这不是体效吧 这么老早就有人练功了 啊 终于 终于 完了完了 素颜怎么见人 啊 可不哼 哈 为你上头 阿里玛里卡 我听不懂 走了 包没关好 哦 怎么开灯啊 你怎么进来的 我就是丢了一个工作的机会吗 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我就是丢了一个工作的机会 你怎么又 不要影响我捕猎 赶紧下来 我找到了 你就是我的猎物了 闹够了没有 都快一个小时了 反应该过去了吧 反应 我知道了 你有毒吧 你才有毒 我没有毒 放心 就算你有毒我也不怕的 虽然我不怕毒蛇 为什么那么想吐 我想吐我 我没有毒 你敢吐得了是 我没想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问一下这是小美的电话吗 你是哪位啊 您好 您是玉美人的家人吗 是 我是她妈 麻烦你们来接一下 喂 妈 喂 小美啊 这 这 刚刚是你男朋友啊 哦 哦 这接什么 她让我们接什么呀 我刚才没听清楚啊 哦 接 对 对啊 哦 不是说你们要来吗 我也跟她说了 她也知道我们在商量 怎么 怎么来接你们的事呢 哦 好像是这样 哈哈哈哈 那 她都帮你接电话了 哦 我刚刚没睡醒吗 啊 不是 什么你 你就 你们都住一块儿了 你这小美通的 你孩子要自重自爱 哦 不是 我跟你说啊 你不能随随便便就跟别人 同志 小美 你是啥 不是你想的这么回事啊 不是 到底怎么回事啊 哦 哎 我们不是在一个实验室工作吗 嗯 正常做实验会熬夜 我刚刚不小心睡着了 他帮我接了电话 哦 哎呦 去嫁我一跳 是在实验室里睡着了 你看看你们年轻人 拼事业是好 但是也得注意身体 听见没有 放心吧 你找我有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 不是上次听说 你有男朋友了吗 你也得给我们具体汇报汇报 怎么回事啊 是吧 当着人家面说多不好意思 等你们来了之后 让他请你们吃饭 没什么事我就向我挂了 拜拜 昨天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睡的 我比你更想知道 我怎么好像 做梦做到我吐了 没有打呼吧 我对和你共处一事没有兴趣 自然也听不见你的呼噜 对不起啊 这一次是真的打扰到你了 不好意思 我拿走手机了 那我就先走了啊 等等 以后上点心 别乱吃药 派人要害气 哎 张教授早 张大神早呀 吃早饭了吗 这里是办公室 不是你胡闹的地方 我没有胡闹啊 我今天来是真的有要事要跟你说 你现在影响了其他人 那个 不影响不影响 那个 小余姑娘也都跟我们说好了 你们两个慢慢聊 小庄啊不影响的呀 你们慢慢聊 慢慢聊 没事的 慢慢聊 慢慢聊 听到呗 让开 小余 谢谢哦 你的那些化妆技巧被烙 我每期都有看 真的很实用 庄教授隐藏得很深嘛 周教授 你的那个表妹可以介绍给李主任了啊 不行的呀 年龄相差太大了 哎 吴老师 我和庄教授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关系 他对我好像没有那种意思 哎呀 那个年轻人嘛 慢慢的来 小庄老师啊 你不好对女孩子这么凶的 要是给人家吓跑了 你就傻掉了呀 小小子 哎哎哎 赵赵赵赵 等等我 等等等等我 我真的有这谁要说 腊弥是现在的一线护护品品牌 产品以品质高端著成 最近刚刚开了一条直萃护护品线 需要一位专家顾问 不知道庄教授你有兴趣吗 没兴趣 中奖手 中奖手我这里有小笼帽快过来快过来 约性与世的陌生天空 哎 中奖手没位置了 只有我面前有 中奖手快过来吧 一个不可能的梦 有人笑我谁也轻松 放手又无处可能 边边我就爱追风 我未曾停下脚步寻找 在茫茫森林里 我埋藏心底所有恐惧 在无尽荒漠里 就让我找到你 迷雾里的我们匆匆推开每一山门 只为找到你 终于光走过了乌云 落在你我之间 找到你 我的梦 找到你 找到你 好了 看看 这么为是不是更别致 真的不错 是不错 专业的就要专业的 小鱼 俗话说 男追女阁坐山 女追男阁层沙 长得这么漂亮 又事业有成 我看好你啊 那只层沙可能有点厚 怎么可能啊 我对商业活动没兴趣 我这几个字哪个你听不明白 那个师弟啊 这次就从了余小姐吧 这多亏了余小姐倩倩大乔 辣没再答应再入我们实验室了 要不咱们 翻桌上刷 行了 那么对 走走走 翻桌上 哎呦 走了 快去 走吧 余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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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多亏了你的引荐 才促成了我们实验室的冠名合作 这下啊 我们的设备都着目了 来 我进去吧 谢谢李主任 你真是太客气了 叫我小鱼就好 小鱼 其实 我也没做什么 主要还是庄教授太厉害了 单单几分钟的视频 就将这次拍摄事故 牛转成品牌合作的敲门砖 我只不过是个牵线搭桥的 以后 我请李主任 替我在他面前多多美言几句 好继续推进后续的合作啊 那这事我就先替他验下吧 你放心 品牌发布会的时候 我一定把人带他 说起来吧 这事其实也怪我 没有提前把学校要出租 拍摄场地的事情 告诉我师弟 这才惹出的不必要的麻烦 不知道 有没有对于小姐 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啊 不影响不影响 我还嫌活太多 接不过来呢 不就是丢了一个工作的机会吗 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再说 我和庄教授有什么要说的 在那天晚上就已经说清楚了不是 那天晚上 我怎么不记得你 于小姐说过这些 那一啊 张教授 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呢 你是我的猎物 我找到了 你就是 你就是 我的猎物了 不记得这个 舌头上高 失忆了 我师弟呢 他最近正好得空 你放心 后边的活动啊 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就当为科学先生了 得空 瞧我这嘴 说什么呢 不是得空 这应该叫 百忙之中 抽空 好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得 那就这么定了 吃饭 来 老李 多吃点肉 小鱼 你怎么走啊 我和张教授一起 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哦 我跟他 你们住在一个小区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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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是特别的缘分吧 对了 李主任 方便加个微信吗 以后有什么问题 我直接向您请教 瞧我个记性 还是你记性号 庄教授 方便吗 看来微信也没那么难加嘛 行 那我先走了 你们俩路上小心点 李主任放心 我一定会把他安全送回家的 得得 走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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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那么快干嘛 我这个行很难走啊 能不能累向心雨一下 这个才和你有关系吗 任一时风平浪静 说起来 毕竟是共度一夜 有没有关系 你不知道呀 品牌合作的事 老里做不了我的主 什么意思啊 你要是聊别的关系 就不要谈工作了 是是是是 合作关系 合作关系 您放心 那天晚上的事情 我不会再提了 那庄教授 您能不能通过一下 我的好友申请 毕竟我们以后 就是合作伙伴了哟 我不是信不过你啊 是怕您贵人多忘事 毕竟祖国的科研大业 还需要您添砖加瓦 我这点小事 就不劳烦您惦记了 你微信怎么都不 设置消息提醒啊 节省时间 并没有无效沟通 哦 不愧是西时如今的 庄大教授 换作是我 反而会更浪费时间了 因为我会一直去看 你有没有给我发微信呢 不用看了 我不会发的 拿到微信 也算是成功的第一步吧 等等我 发生了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小美啊 妈 什么时候我在学校呢 哎呀 叫你上次跟我们说你那个男朋友 你什么时候在视频里跟我们介绍介绍啊 这个啊 她最近没空 这么忙啊 哎呦 连见未来她丈母娘 丈人的时间都没有吗 怎么就丈人丈母娘上了 这才哪到哪 又还掩着藏着 怎么就我们还能把她吃了呀 你等等哦 看到这个背影了吧 就是她 这段时间都忙着做实验呢 国家级重点项目 应该不会想在这个节骨椅上打扰她 就为了跟您来一场家长里短的亲切会晤吧 哦 不用不用了 背影 背影 哦 这背影都这么帅啊 肯定是她 没跑了 你看看 哎 我截个图 发到我们老姐妹群里去啊 哎呦 哎呦 你们不是马上就要来了吗 到时候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我还有事先挂了不说了啊 啊 张教授 啊 张教授 给我留点面子吗 张教授 哈喽 张教授 一位窗子就能拦得住我 把门的面子往哪摆 这门在哪 谁让结果出来了 呃 我看看 半这样的精神 我估计早都脱单了 李主任 你也在啊 哎呀 小鱼 各位老师们好 小鱼你来了 来找师弟啊 嗯 昨天啊 和张教授一起去测试了 蜡米的面膜和面霜 这是他特意让我去 第三方机构做的检测报告 连检测的项目 都是他亲自过目的 不愧是搞学术的 连自己站台的产品 也这么的负责 昨天你们一起的 对啊 对啊 还是李主任面子大 张教授可配合了 看来我这师弟 对你还真不一样啊 真的 讨论八卦 能不能离当事人远一点 对了 明天就是蜡米的品牌发布会 陈阳两位专战 历临指导 行行行 我们收下了 那我就不打扰了 庄教授 再过十分 是五 啊 自己的大小是五号 这上面写了四号 好 这么小的格子都不放过 我出五块 赌你肯定是处女座 张教授真是好眼力 那我就先撤喽 我走了 各位老师们拜拜 嗯 连你的行程都搞得一清二楚了 嗯 张教授 张教授见到我这么激动啊 天还没黑呢 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就跑出来了 张教授真是说笑了 有我这么好看的牛鬼蛇神吗 再说了 我在这里等你 是因为有事情要向你请教 请教垃圾分类 哼 这还用学 你就是有害垃圾 垃圾分类 我还是会一些些的 主要是想问问你今天晚上发布会准备穿什么 毕竟我们俩要一起去 如果穿的不协调的话 可能会有爱观战哦 对吧 谁说我要一起去 啊 你你你当然是要跟我一起去啊 张教授不要这么冷腹嘛 给个提示啊 穿什么很重要吗 重要不重要吗 穿着 是外表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亏你还是个植物学教授 大自然有多看重外表 你知道吗 越好看的植物越有毒 好看 你是说我吗 你 差了一个重 他的意思是说 因素和与美人在分类上是同科同鼠但不同种 庄教授 你很冷哎 姐姐我见过你了 帅哥 交换个微信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都散开吧 这位小哥哥有主了 美人姐这是你男朋友啊 也太帅了吧 一点一点 别客气既然来了我会照着你的 你还把自己名字贴意不上了 东国先生白眼狼 众孙无理至极 说不定是幸运数字呢 周老少 你来一下 哟 这不是知名美妆博主与美人吗 沙野的活动去不了来这儿了 是新晋博主夏小姐啊 看来你还没有看到 沙野最新公布的推广大使的新闻 真是遗憾 那张官宣照 我可是很满意呢 你满意就好 我那边还有事 就不打扰你 孤方自赏了 给我一杯 实在是不好意思 今天靳总有及时缺席了 特地让我来代表他 转达一下缺席的歉意 改天他一定登门拜访你 哪里哪里 美人姐您能来啊 我都很开心了 我们还得感谢您啊 牵线搭桥 我们才能够认识到李主任 还有我们的庄教授 是吧 来 我给你介绍啊 王总 这位可就是我们的于美人小姐 这位可是我们大中华地区的CMO 查理王 王总 王总 久仰 你好 叫我查理就行 于小姐果然是人如其名啊 不光是人长得漂亮 并且还是朵 结语花呀 正好 辣米的保养品这条线啊 主打的就是全植物 当然 也多亏了跟贵校的合作 也算是强强联合了 还得感谢王总 对我们实验室的大力支持 你也是客气了 可惜啊 于小姐你过来的稍微有点晚 要不然就能看到 庄教授跟记者的精彩对她了 那真是太可惜了 今年长江学者的发言 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听到的 还是于小姐的面子大呀 那看样子 你们是老熟人了 那哪儿 能开得起这样玩笑的 那一定是熟人 嗯 还是非常感谢王总 能给我这么一个 熟悉业界精英的机会啦 好 来 怎么 于小姐不喝酒啊 嗯 年纪大了 不胜酒力 黄总 咱们再上台抽奖 好 那我适配一下 那我先走了 不是 马上抽奖了 你干嘛去 行 老干不松心 有点小心点 今晚获得最大奖项的号码是 两百五十号 不客气 送你啦 哎呀 张教授 二百五中奖啦 请获奖嘉宾 尽快上台领奖 你庄教授 你庄教授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难不成是想让我上台陪你领奖吗 走吧 余美人 好手段 你功斗剧看多了吧 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 你就是用这些小恩小惠讨好张教授的 用得着讨好嘛 张教授喜欢的本来就是我这块 你这什么计量也太老土了吧 我知道把你衣服弄脏是我的不对 但我是不小心的呀 你也不能把我衣服也弄脏了呀 大姐 你这眼睛也太浮夸了吧 手抖去神经内科 色盲去五官科 有病治病 别耽误 对呀对呀 事情闹大了 可别把好不容易舔来的推广给弄丢了 你 衣服都脏了 等着晾杆再走 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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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没搞错吧 你是在英玄救美 你想多了吧 这个礼盒你不要了 更适合你 是是是是是 感谢庄教授英明神武 救小女子于水火之中 张牙舞爪的 只会窝里喝 刚才那种场合解释了也没用啊 人红是非多嘛 刚刚那个小博主是最近才火起来的 有点飘 老是有事没事就挑衅我 不过这种时候我大多数都是占上风的 你有这份心我很感动 不过不要太担心我了 嗯 傻人又傻夫 救人就到底 送佛送到西 你这个西装外操能不能借给我 你看 嗯 就当是我给你的这个 二五零礼盒的回赠 怎么样 怎么样 我们这个年纪好 是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挥头屋 把窝打在窗帆家倒真是不挑 不过话说回来那个时候你才见过几个男人呀 别说被这种神言迷惑了 就算是真爱上的也不丢人啊 小心点 谁看就早饿晕了吧 我是想到要吃的小龙包太兴奋了 小语你这点出息 你都不知道我在深山老林里待了两个星期 想吃小龙包都快想疯了 就连看到银湖山圈的包子样都能给看了 阿姨我要一份小龙包 有 小龙包刚买完了 啊 给 谢谢 同学 我把钱 他剥了剥了 双鱼 眼怎么这么好 是不是帅到了吗 哪有 我是想到要吃小龙包太激动了 谁让他让给我的 不过 他近看还挺帅的 不用了不用了 双鱼 可以了 怎么买了这么长时间 到什么活动去了 爱心午餐公益活动 这松露口味蛮好吃的 再让我们尝一下吧 不好意思啊 松露口味的试吃品没有了 要不然其他口味试一试 哎 这个不是吗 你什么意思啊 配我们了 这个是公司的规定 只能买不如试吃的 你什么意思啊 说我们买不吃了 不是这个意思 要不然您试试这个原味的 原味的也很好吃的 没什么好吃的呀 我要我要吃 我要吃 嗯 什么情况 小姑娘 你怎么回事了 我们都等了半天了 你怎么全都吃光了 不是啊 不是啊 是什么好吃的呀 你不是哪里来的小丫头啊 懂不懂规矩的 你家里没饭吃的 不好意思啊 实在是太好吃了 如果流程就把它都吃完了 我们还没吃了 小妹妹今天的营业额还差多少 嗯 嗯 嗯 啊 你 都帮帮了 来 哎呀 根本我们去什么 哎 你也准备走了 不做了 是啊 怎么不做了 阿姨 刚才看您吃了这么多一定很喜欢吃吧 那 这是松露味的 来回家慢慢吃 要吃多少吃多少 哎呀呀 或者他怎么吃进了 就是呀 你都好 这个小姑娘真的是有毛病的 就是这样 哎 这个卷童子可算吧 黄标的 我来看看我来看 再来我来算一算啊 啊 几卷了 三十卷 二十八块八 干嘛一卷 请让一下 请让一下 主持人 你踩到他了 哎呦 他都大高了